为了提升消费者对于产销履历的认知 同时推广东部优质安全的产销履历农产品 农粮署东区分署特地编撰了 2020宜花冬履历农产精品行路 24号举办了推广记者会 提供消费者一个选购安全农产品的指南 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 近年来基局辅导转据产销履历验证 提升农产品值 宜花冬三线农产品通过验证面积 已经达到5608公顷 预计今年底会突破7000公顷 为了提供消费者优质农产品的购物指南 农区分署特别制作了 2020宜花冬履历农产精品行路 罔罗了宜花冬三线精致农产品 这次更包括了目前最夯的柚子加工品 两年前2018年 我们就首度来编辑了 东部地区农产精品的行路 那推广之后效果也非常好 带动了农产品 这个好的农产品的销售 那今年农粮署东区分署 再接再厉 我们不但收集了更多 东部地区好的农产品 这个农油生产出来的 这些优质农产品 那一方面也把它电子化 用电子书的形式来做发表 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读者 可以了解我们东部地区农产品的优质 那刚刚讲到我们这个电子书 是为我们产销履历农产品做推广 那产销履历是农委会农粮署 现在大力推动 那也是消费者重视食安 那要认明彪彰一个重要的制度 花莲文贷幼农也表示 在加入产销履历后 消费者可以清楚知道 所订购的农产品质 进而提高订购率 而记者会上还特别以柚子烹饪来入菜 就是要推广花莲的履历好用 一开始来买的人都会 担心农料的残留之类的问题 但是有了生产履历之后 他们就可以相信政府 相信我的农产品这样 我班上有10甲地 10甲地以上都加入产销履历 因为班员年年都拿金牌 就是因为有产销履历 我们安全的认证 让客人 让我们的消费者 更肯定我们的产品 所以现在销售已经 班上的销售已经一扫而空了 这次农产金品行入 包括花莲的文旦柚 西瓜 富丽米 宜兰的三星葱 五节的毫米 还有台东的世家 红龙果等 希望让消费者透过行入 能够安心选购 优质的农特产品 借刘米圣 花莲市报道